王磊当时选我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惊讶 因为我第一个课题 我是第五名 照理来说我觉得 我没有被选择的权利 我也不理解 就是大家履历都那么好 王磊为什么要选我 所以就是 不行 要哭 为什么我那么 情绪那么大 王磊选了我之后 就是 反而就给了我压力和动力吧 就是 我觉得既然有大胖 愿意选我 然后并且是我 一开始最想做的那个诉讼 之后的每一次我的动力 除了团战里 就我不想让队友输之外 就是不想让王磊对我 感到失望 虽然之后 团战还是基本上都输了 等一下 我什么 有什么这我也能讲哭 嗯 虽然我知道 凭我自己的履历 想要短期内 就是 再见到王磊 或者进王磊旗下的团队 就 不太可能 但我会 有可能 你有危险 你随时可以 就不能求来 好吧 就不然 我不能在团队里 当一个吉祥物 就是 救命啊 就我也会努力的 尽量在三四年五六年后 就是我作为 均衡一年起的律师 就是跟王磊再见 好吧